白色轿车打着双黄蹲停在路边 突然好几名扼煞冲下车 拿着球棒朝着白车猛K猛砸 接着左边一辆灰色轿车冲了过来 直直就往白车撞下去 还一连撞了三次 带你来看现场情况 好 白车遭到开车冲撞 还惨遭砸车 过程持续半分钟 那这群扼煞呢 才上车走人 事发就在园林刺同 近期呢 发生了好几起球棒对砸车的暴力事件 那上个月31号晚上 影片中可以看到呢 一群人围着一辆轿车狂敲猛打 甚至还有人开车对着轿车直接冲撞 那另一个画面则是发生在前一天 10月30号 也是一群球棒队 对着某一个住户的两台车辆猛敲 那根据了解 两起事件都是同一伙人所为 两起案件被害人先与对方发生纠纷 疑似也有砸对方车 对方为了报复也来砸车 因此衍生这两起砸车事件 那警方获报之后 也火速将事案的相关人等 统统带回侦办